各位我们这个新丽月新观点的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 今天特别感谢 你是我们第一个来宾 真的吗 就是我们游书婚议员 重量级的 他也是我第一个来参访的丽月新委员 要不然我拒绝来这个伤心地 别这么说 但是今天你刚好来 然后现在议题很多都跟台北市相关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今天来 刚好可以把大家很多问题 都跟大家去做相解 尤其是等一下我们会谈台志光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自己看了这么多 对台志光有关的这个讨论 那我觉得这个淑慧他讲的是最详细 而且我看到网友都有在讲说 就是问你就对了 就是各种的疑难杂症 真的因为你是历经从好市府 科市府讲市府 你都在 然后呢你又过去做公务人员 你这样讲我感觉我好冷 没有 你这样说出道早好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算我不在好了 但我有一个优点 小心知道我喜欢看资料 对对对对就算我出道不早 我也喜欢看资料 对对对对 好但我们今天先插播一个 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吃午餐 你看这是我帮那个 我现在吃的都很小口 万一中毒我还来得及 光鼠会准备午餐 吃西式的应该好一点 我不知道因为这次中毒是什么 不知道因为我上个礼拜才刚中毒过 真的哦 就是你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上个礼拜 有一些网友应该知道 我上个礼拜才刚食物中毒 我去热炒店吃点了一盘叫做蒜泥鲜柯 然后那天我很饿刚下前职的直播 然后当那个蒜泥鲜柯 又一个铁盘子钻上来的时候 我就疯狂的先吃了五六颗 那接着我就看老板 非也是冲过来说是这样呢 然后就把它拿走 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 他送错桌了吗 可是我真的有点啊 接着就看老板加热过再送上来 然后我就想说不宜有他继续吃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七点就开始疯狂呕吐 接着就吐了一整天 然后我高度怀疑 他第一次送上来的时候没息 然后就吐一天拉一天 然后第三天又吐又拉 有可能你跟柯不合啊 对有可能我跟柯不合 柯可能趁机用柯来害我 跟柯不合 有可能 因为我们刚才就是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也请那个Vincent打电话 到处去问说到底 因为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好那个保龄茶室 然后保龄茶室有人去用餐 结果现在已经用餐 食物中毒 然后网生两个人了 两死两重伤 重症 那因为在这个保龄茶室 我去查了一下 他算是在像什么 信义原摆里面都有分点 然后算是比较高档的素食餐厅 那怎么会 我们刚才可能都有 食物中毒的经验 可是我其实没有想过 食物中毒 会到这么严重 对而且那一阵子 可能去过这个餐厅的人 现在可能吓都吓死了 所以现在是 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啊 现在就是昨天石药署跟北市府 跟检调去了 店家里面抽查那个食品 然后练了六个食品 练哪六样食材 大家很想知道 高丽菜豆芽菜 龟茶 龟茶是什么 就是那个国仔条啊 请用国语 我们小心是客家人 听不懂哪里 龟茶是什么 红喜菇 红喜菇 会不会是他菇练 采到毒菇 不知道 像有一次徐国勇 不是吃到菇头玉之类的 他是菇婆玉 对啊 他就是采到毒菇啊 菇婆玉 然后呢还有什么 他们现在状况 就那六种 那所以那个米 柜条是那个米吗 米 那他们一直说什么米 可能有问题是怎样 所以你再讲的是那六样 高丽菜豆芽菜 龟茶 龟茶 米菇香兰叶跟酱油 所以没有米制品哦 就只有 龟茶 龟茶而已 可是我觉得哦 这个听起来哦 好 以我在食品界的竞云 嗯 酱油 高丽菜 豆芽菜 都是常见的食品 对啊 出问题的可能性 没有那么大哦 然后你刚刚还有念什么 龟茶 红喜菇香兰叶 香兰叶红喜菇哦 是不是有采购上的问题哦 这是有可能的啊 嗯 那也有可能哦 都不是食材的问题 是卫生的问题 嗯 好 譬如说 在卫生上面哦 有什么蟑螂老鼠 然后有一些病毒 病菌 但是照理说哦 病毒病菌哦 应该不至于到肾衰竭啊 对啊 因为我讲难听一点 台湾脏的店很多啦 就是做吃的脏的店很多 这么大的 然后后来怎么样了 现在 当他们昨天抽查完以后 就有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们把简体全部带走了 简体又全部带走了哦 他们把他带走了 哦 食药署就把所有的简体 全部带走了 然后他们 北市府没有留存吗 没有 没有大家分头去验 但是他 他在问原因说为什么 没有啦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食药署 因为这么大的事情哦 嗯 对 但有没有还有一个可能哦 人为的 嗯 下毒之类的 对 因为毒性这么大哦 我不太相信是出自于食材 或是卫生 嗯 因为毒性到这么大 然后 对 我觉得不太是 而且如果真的 用阴谋论的角度来讲 是所谓的下毒的话 那他也可能会想要就是 鱼目混珠 就不要让人家知道他的意图嘛 那就会造成是其他人的伤亡 这种情况 对 嗯 所以现在 现在 这个事情哦 到底是食安问题哦 嗯 还是形式问题 形式问题 都有可能 对都有可能 因为 食安问题到毒性 这么大的哦 很少见 很少见 对 因为通常过去 过去的这个 你不管是 这个食安问题一些 嗯 病菌所造成 它都有一定的症状 一定的这个 演进 演变过程 是不是会到像这样子哦 嗯 这么激烈的一个反应过程 而且这次的食材哦 其实都是很一般的食材 对啊 我刚刚听完之后 我觉得他们抽咽的食材 都很正常 很常见 而且就算你说食物中毒 也不至于到这样吧 我就真的是看到吓一跳 对 嗯 因为海 也不是说我们常常觉得会有什么海鲜 海鲜类的 或者是说什么 像会讲到那个吃什么啊 那个什么 那个鱼 有毒的 在日本才能吃的 河豚 对对对 我没有再吃海鲜 这样是不是很明显 我刚问 但是他们没有 他不论他们食材 或者就是那种 这样吃到 食物中毒到死亡的 他真的没有什么概念 哦过去 就是没有什么概念 对 所以呢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去向市府了解 他们的处置作为 3月24号的时候 1999接到通知 立刻去机查 25号礼拜一 然后到医院跟确认民众的情况 26号礼拜二 就将信义区的保龄查室 是勒令停业 3月27号礼拜三 就今天嘛 那要求台北的保龄的所有分店 全数都先勒令停业 那今天那个法务部也讲说 法务部要介入调查 就检调要介入调查 因为食安是一回事 但是这次的事件已经超出 大家对于一般食安的认知 就是它算是很特殊的情况 所以检调一定也要介入去调查 看里面有没有其他人为的问题 对对对 我觉得台湾最可怕的 其实不是这些 所谓的治安食安的问题 而是什么事都要上纲道 先搞成政治责任 如果又要搞成政治责任 讲万安 你要为什么 我觉得是太过了 大家想想看 连日本 小林制药 这么大的一个 企业 这么知名的一个企业 他的红麴保健食品 也都会出事 我们就知道说 对于这种零星的个案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政治人物 其实他都是防不胜防的 他可能是治安事件 有人下毒 他可能是不肖厂商 他可能是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 人为或是意外的疏失 不但是可能是制度的漏洞 也可能是反正你不够哪里出事 所以不要什么事情 全部都用政治去思考 那样是不会解决的 所以刚刚说食药署把东西带走 我并不会觉得说 马上就要开始设计一个套 去下套去设计讲万安 那个餐厅 讲万又不是厨师 但是那一天被他屌都是他吵的 但是也要防范一些不实消息 像是这个 这给淑慧看一下 像是在网 我就不讲谁了啦 你自己去看都知道 那就有人呢 就讲说 这个好直接讲好了啦 就是治函 陈治函他脸书上面 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是 台北市政府 他说3月19号有人通报 然后身体不适 然后死亡 然后3月22号开始 陆续接获民众陈情 然后呢3月26号才去 餐厅鸡查拖了一个礼拜 那后来他自己编辑 改成3月24号去 可是刚才时序 已经跟大家说明了 24号才接获通知 当天鸡查 然后呢26号勒令停业 27号全数勒令停业 所以要特别 今天讲这个事情 就是让大家知道整个时序 因为如果时序搞混了 然后产生额外的一些阴谋论 或者是一些 就对事情没有帮助 对 我觉得自函 其实自函我认识他很少 我们都认识很久了 对 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他就是市政记者 我都还记得我曾经载过他回家 我没有想到他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仇恨值 仇恨心这么高 你也曾经在台北市政府工作过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今天责备的不是只有蒋万安 你知道这个缴消息 你其实打击的是基层公务人员 你意思说基层公务人员 看到民众检举都不去行动了 这不是蒋万安的问题 难道是蒋万安看到1999的通报说 你们不要动 你们3月26在动 不是嘛 你意思就是说基层公务员不作为 这些也曾经都是你的同事 所以3月19号通报不是正确的消息 我们跟台北市政府查核过 是3月24号接获新北的通报 当天前往基查 这件事很重要 我觉得陈志涵 你一再的说谎话 这就过了那个底线了 过了 而且你现在既然是党团主任 你要不要回归你的本业 要不然 对啊 立法院拿的钱是国家的钱 那你凭什么领立法院的薪水 每天在那边补务正业 确实是哦 因为像这个议题 很多人就说 是在信义区我的选区 但其实实际上面呢 更重要是说 我们要去了解的是 市府他有没有按照 他该查核的去查核 有没有去计查 有没有要求停业 法务部有没有介入去调查 那目前看起来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都在启动 食药署也把简体 刚刚讲了嘛 把这些简体都带回去验了 然后6种 验了哪6种也都有公布 也跟大家说了 所以这次的事情 我觉得不管地方或中央 目前来讲处理速度算明快 两个人因为这样子 突然往生 社会上面一定会很恐慌 所以中央地方 要大家共同动起来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 大家互推责任 这个没有意义 所以呢我们今天 这个请这个淑惠来 一定要请他 帮我们谈一下那个 最近啊 国会的议题 反而声量比较小 因为呢 大家都跑去谈台制光了 那这个台制光呢 哎我想要先问 因为淑惠今天早上 要看他整个说明 可以去看今天早上 他有讲那个 在不演了新闻台 有做还蛮完整的说明 我也有听一个部分 就我没有 我一边准备咨询一边听 这样 那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点 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就说呢 现在有一些名嘴 他去把猫头指向 碰碰碰 他们说三个市长都有问题 因为他们觉得 反正都没有民进党 他们就说三个市长 都有问题 那我就一个一个来看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说 郝龙斌市长 他那个是在2011年的 100年啊 100年的时候就签订的 这个台志光的母约 那他从100年 后续他经过了 这么多场的选举 这么多次的检验 我也没有听过 有人针对这个案子 然后检调目前也没有 并没有觉得说 那当时有什么问题 怎么会突然扯到 郝龙斌市长 那我就有必要 跟大家说明一下 100年的时候 网路环境到底是如何的 他的价格跟现在 又有什么差异 不是现在检调在办了嘛 对不对 那大家如果觉得说 检调只办一个陈重文 然后被民进党上纲到说 哇三朝都有问题 那你是不相信 你们民进党自己的检调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已经在很多节目 或者很多地方都讲过 100年的网路环境 那个时候全台湾的 光纤网路是非常昂贵的 因为独家 中华电信独家占有 交通部没有开放 保障中华电信爽爽赚 所以那个时候外面都是网咖 一分钟两块钱 一分钟一块钱 因为我当年也开过网咖 我知道 因为家里拉光纤超贵的 一枚一千块两千块 这样子中华电信这样在开 所以台北市那时候要发展数位城市 觉得说很多东西都被中华电信这样子 满天开架 然后他又要拉不拉的 于是我们决定自己部件光纤网路系统 可是全台北市要拉光纤网路 那个建制费用非常高昂 大概要百亿 一百亿 所以我们决定用BOT案 大家也都听过BOT案 就是找业者来出钱来盖 来拉就是了 所以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我们就招标 找业者来出资 我一直在讲BOT案你要图利什么 政府没有出钱给业者 是业者出钱来盖 对而且 除了可能跟我们讲一下说 当时的这一个BOT案 对于现在的我们到底 它的帮助在哪里 但很多人 很多人以为说 光纤每个人家里都有啊 为什么还要做BOT 因为当年没有嘛 当年只有中华电信 后来是因为交通部 在很多方利益的争取之下 才终于开放雇网 所以现在大家才有这么多 雇网业务可以选择 可是当年我们为了让台北市民 有中华电信以外的选择 所以我们决定 自己做一个叫光纤道府 让台北市民 每一个台北市民都有两个 业者可以选择 所以我们的招标文件写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得标的业者 你必须要提供低于中华电信 九折的优惠费率给台北市民 就是你不管中华电信的价钱怎么变 你得标的业者永远要低于10% 给台北市民 这个合理啊 而且等于帮台北市民争取到更好的福利 就是中华电信如果今年开700 你就要开630 你可以更低 可是最少你就是要低于9折 当年的招标文件 这是公开招标 谁都可以来招标 还有第二个是 我们唯一承诺业者的是说 你如果帮我们建制这个系统 你出钱 我唯一承诺你的是 我市府的机关优先跟你租 是优先哦 不是必须 只是讲优先没有必须 所以今天才能解约啊 而且这也合理啦 你来帮我建制 我总要跟你讲说 我市府会优先跟你租 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要花100亿帮你租 100亿很多耶 对好 可是优先跟你租 我也有两个条件 你给我市政府的费率 必须要以100年这个基期 为最高上限 以后不管是110年125年 你都不可以高于民国100年的 这个费率的95折 因为那时候好市府已经预估到了 费率一定是越来越往下降 所以你不可以 他是给未来的市长一个保护伞 一个给业者一个紧箍咒 你未来报的费率 不能超过民国100年这个费率 只能往下降 就是只能你的费率 只能往下不能往上 即便我优先跟你租 你也要遵守这个规定 那个时候在招标文件 因为一切都要在招标文件讲清楚嘛 欢迎你就来 欢迎甘愿 给业者两个紧箍咒 第一个是 永远最高上限就是民国100年的那个费率 中华电信当时的费率 第二个紧箍咒就是 每一年行政院也会有一个网路契约嘛 你也不可以高过行政院当年的网路契约 那合理嘛 我台北市政府为什么要买的比行政院贵呢 那不然我就跟行政院一起买就好啦 所以当时的招标文件就写清楚了 那你有意识的业者你再来 你要答应我这双重紧箍咒 也是给未来市长的一个保护 双重天花板 一个是民国100年的费率 就是激起了 你永远不可以高过民国100年的费率 第二个是 每一年行政院也都会去签他网路的服务契约嘛 你也不可以高过行政院的钱 是所以淑慧刚刚讲到很清楚 这就是当时在签这个BOT案的母约的时候 提供的几个保障 那我们再重新整理一次 第一个他只是优先而已 他都是必须一定给跟他撑租 第二个是他的费率是 从100年的那个订定之后是下降 只能下降不能往上 不能比100年高 所以大家今天就问一个问题啊 即便物价上涨了 你也不能比100年高 对大家今天会问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台北市的警察局的监视器系统 我们看到的是母约里面2M的价格 母约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中华电信它是1512 可是我们在紫约的时候 就这个是在已经柯文哲任内签的 106年 为什么106年签的时候 签到的是1684块钱 因为如果我们刚刚讲说 中华电信要再打95折嘛 应该是1512再乘以0.95 它的价格会是1436 这是母约计算出来的2M的价格 对 我们先不谈3M 3M是之后的事 好 我刚刚讲了这个民国100年的那个是基奇 是天花板 如果按照天花板的话 你要用2M 你永远不可以超过1436 对 因为民国100年中华电信的公告价格是1512 对1512 大家记得这个数字1512打95折就是1436 这是民国100年的中华电信的公告价格打95折 所以1436永远就是基奇 那你每一年还要低于行政院的契约价格 所以有双重限制 好我们就只先说第一重就是1436 所以公版价格永远都要低于1436 但是后来雇王到了柯文哲上任以后 交通部开放了雇王业务了 那个价格就一直降一直降 所以每一年行政院的契约价格又一直降 那可能台志光在一般的竞争市场上 我猜啦 他就没有那么强的优势了 本来只有他跟中华电信竞争 他觉得我一定赢过中华电信 但后来发生他有东森雇王 远传雇王一堆了 所以他变成说市政府的费率 对他来说就很重要 可是市政府的费率签的太 郝龙斌把他定的太死了 他完全没有获利的空间 就是母约就是这样 天花板就给你盖住压住了 紧箍座就把你掐死了 就是一百年 于是他说服了柯市府说 我告诉你 警察局用的网路不一样 特别高档特别重要 有治安征法 昨天我们的丈男小姐姐 还为这件事再继续护航 说警察局的网路不一样 因为警察局网路特别大量 他有一万多支的监视器 他继续说服柯文哲 警察局每一支监视器都要用专线 那你就变了一万多支专线 一万多支一支一支的计价 突然变得很庞大的一个价格了 所以要用专案费率超越母约 所以那个限106年警察局的监视器的订定 它是可以超越母约 它就是已经分流出来 是另外一件事 本来的那些紧箍咒 绑的包含是费率的天花板 然后等等的 就在紫月就没有了 就超越了 所以才叫做专案费率 另外超越 本来那个叫公版费率 母约的这叫公版费率 就一般的费率 每年去溢价都要在那个天花板以下 可是那个就没有赚头 就像柯文哲说的 没油好抽 所以就去搞了一个警察局的 专案费率协议 用这个协议去超越母约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市府的每一个机关 都跟台资光租网路 但是从来其他机关交通局 卫生局捷运局 通通没有出现费率争议 没有争议价格也合理 always都只有警察局 因为警察局每年送到议会来审的时候 每年的议员都会发现 为什么警察局的费率特别贵 所以就有一派议员觉得贵 有一派议员说你要按照柯文哲的合约 去给 所以每年就那边吵来吵去的 因为警察局用的是专案费率 因为台资光就告诉警察局 告诉柯市府说 你监视器那个传书是治安很重要 我每一个都给你专线 是因为治安真访的 他那专业术语比较稳定 等等等等的 是真是假我不知道 交给专业去判断 所以他用专案协议去超越母约的上限 所以每一年警察局都是另外一家 好 那我们等一下针对警察局部分继续讨论 这个议题真的很多人关心 现在我们线上同上的就有1800多人在听 那刚刚我觉得淑慧讲得非常清楚 就知道说郝龙斌市府签订的这个母约 跟后续警察局专案的这个另外的纸约 他的差异在哪里了 那大家今天就要问啊 我补充一句话 郝龙斌到卸任之前 都没有给过台资光一毛钱 也没有租用过台资光的网路 所有跟台资光签的纸约 都是从柯文哲任内开始的 所有 如果柯文哲觉得母约有问题 你怎么会再跟台资光签一大堆纸约 而且还跟他签了一个专案协议 所以啊我们就到了这个后 警察106年的时候 就签了警察局监视器的这个纸约嘛 然后呢从后面那时候是有一枚 一枚是760 他们他们当时订的费率 一枚是760 民国一百年的价钱 然后两枚呢是一千六 这是一百零六年订的费率 一千五百多吧 那是一千五百多是 一千五百多是母约 我讲的是子约 就是说他母约的时候 民国一百年是 最高是一五一二嘛 那所以他是中华电信一五一二的情况 应该还要乘以零点九五是一四三六 这我们刚刚讲过了 可是一百零六年两枚的这个价格的订定 在监视器的这个部分 却是台智光的一千六百八十四块钱 那这是不是也影响到后续就是 因为你两枚价格就已经比较高了嘛 那我后续在订到三枚的时候 那三枚为什么会订出一个两千二 他直接乘以三啊 他就是一枚价格乘以三啊 一枚七百六嘛 那时候好像是乘以三 等于2280然后把零头砍掉 我告诉大家 现在大家都只讲110年 是两千二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109年他还直接给人家2280 到了110年他才有80块砍掉 所以之前更贵 大家都知道一枚跟三枚是不一样价钱的 不是一乘三好不好 不然你如果六枚的话你就七百六 现在有人家里用一百枚咧 难道是剩一百倍吗 然后第二个 用十支的监视器 跟你后来换一万支的监视器 价格也不会是一样的钱 大量采购当然不是 就你还要去溢价嘛 你怎么会全部都 一枚乘以三倍是三枚 一支价格乘以一万五千支价格 就全部通通是两千二乘以一万五千支 但是克斯福就是这样给人家的啊 好了 然后最近我们一直在说 我是不好意思把那个会议记录po上网了 两千二 最近一直在吵 两千二到底是怎么核定的 对两千二 公文在哪里 我们在问的是说怎么计算出来两千二的 然后陈志然昨天说 都有废律审查会议啊 很清楚啊 公文坐在那里啊 讲完怎么自己找不到 我告诉大家 我们在问的是怎么算出两千二的 他在讲的是说有废律审查会议 有 有废律审查会议 也有这个记录 可是我告诉大家 我给大家看废律审查会议 当天是109年6月12号 星期五早上9点开始开会 当天要通过整个台北市政府 各机关的废律审查 所以总共要通过四五十案 总共要通过四五十万 因为四五十个机关的废律审查 每个机关都是一个案嘛 大家想想看四五十案的废律审查 包括警察局四五亿哦 你觉得要花多少时间 去通过四五十案的废律审查 从开始念会议开始 到每一个案有 到每一个案有的废律 到大家审查会 审查这个案 这个机关多少钱好不好 厂商提报多少 同不同意等等 你觉得要花多少时间 通过全市府每一个机关的废律审查 我告诉大家 到宣布散会 花了四十分钟而已 哦这么快就结束了 平均一个案子不到一分钟 大部分的案子 包括警察局的CCTV这么重要的案子 都只有四个字 中间没有任何讨论 只有四个字 从会议记录里面 叫做照案通过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 可以我来帮你拿 就这样子 应该很清楚 照案通过就是黄色荧光笔 那边有画起来的 昨天我在不演的新闻台的直播 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提到说这个照案通过 也就是说厂商这边提出来的 这个废律 然后呢他就是 反正他们同意就对了 对所以我们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 他们也没有问厂商 你怎么算出来的 就是照案通过 然后有人会说 那议员为什么不审查 这个是市府跟 我们完全不会知道 我跟你讲 市府去跟人家签 钢筋一斤多少钱 水泥一条多少钱 这个跟市议会没有关系 这个是市府 我们没关那些啦 我们管这么多 你又说我们潜质行政权了 然后呢那大家就 我看到这些 有一些这个小草 他们就问说 那可是呢 为什么柯文哲编4.61 那讲完他便5点多亿啊 因为柯文哲 77%还用到2MAY啊 我们现在全部用3MAY啊 这个要跟大家解释的是说 第一个106年开始的 监视器的这个专约里面 3MAY就比较贵嘛 就是2280 2200左右嘛 然后2MAY它是1600多嘛 你看中间就先有一个差价 那很正常 2MAY跟3MAY价格不一样 那你的监视器的话数 就你用200万话数的 那在议会的决议里面 它相对应对到的是 3MAY的数率 可是我实在是不想回答 柯文哲这个白痴问题耶 他一直问蒋万安说 你为什么要用3MAY 你为什么要用3MAY 因为200万话数监视器比较多啦 不是啊 当时郝市长用1MAY 你柯文哲用2MAY 我也没有去问你说 你为什么要用2MAY 你为什么不用1MAY就好了 柯文哲你知道你儿子用3G 还是4G还是5G吗 啊现在不就是传输画质越来越高 档案越来越大 我们可以大胆预测 以后也不只用3MAY 以后可能都用更高 你管人家市长要用几MAY呢 5年后10年后 可能都不知道用到几月去了 画素也不知道多高了 而且我告诉大家 总有一天会改大 我告诉大家啦 蒋市长其实非常尊重柯市长 蒋市长是前年的12月25上任的 他上任以后去年 在要编今年的预算的时候 他也知道说 柯市长对于2MAY 3MAY 这件事很在意 所以他就叫了警察局 问警察局说 到底你们需求是2MAY 3MAY 因为他觉得使用者 还是要问警察局 我念一段 他叫警察局 警察局的评估 他就叫警察局去评估说 你们柯市长这么在意这件事情 你们到底需要2MAY还是3MAY 你们去跟台湾世袭讨论 那警察局就为了 柯市长的这一个坚持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就是为了验证 到底2MAY 3MAY好 他们就从警察局里面 现存的影像 去找出2MAY 3MAY不同的影像 去抽取4个分局 不同的影像 然后再去抽取晴天雨天白天晚上 不同的画面 不同的日期 不同的时段天后 然后分成不同的主别 然后找了纠大概100个远景 然后去看影片 然后再让警员在那边盲测 不告诉你 这是2MAY还是3MAY 然后远景票选 你觉得哪一个画质 你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最后 超过6成的远景 选出来 然后最后公布答案 他们觉得3MAY比较清楚 大家知不知道远景破案 已经很辛苦 他们要花很多时间 要从影片去辨识犯罪 而且你知道吗 如果你要找一个人 比如他穿红色衣服的 然后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 他就沿街的监视器 都要一起看 没有重点其实 还有人孔辨识 柯文哲 陈志涵 他们说 你看车牌辨识 2MAY跟3MAY 没有差别 那是数字 静态画面的辨识 远景办案是看动态的 还有脸孔 这边多一颗字 你知不知道 我们曾经破获羽衣大道 他一直在变装 带假发 假发拿掉 你要让远景盯着那个monitor 一直在看这些 影像 然后我们的警察局 真的很认真 近百个远景 在看这么多不同的影片 盲测 那最后实验出来 票选 然后写签诚报告 给市长说 可不可以还是给我们3MAY 其实这个在 柯市府任内的时候 他们有委托一家世西公司 台湾世西 台湾世西 5千万的一个整个案子 去研究说 到底我们的监视器 要搭载的费率是怎么样的 这个也有研究过 但是后来他们也就是 反正柯市长就觉得要省钱 好像要省钱 所以这个也没有采纳 人家那个5千万 最后报告的意见 然后等于说 刚刚淑会谈到 就到了蒋市府任内之后 那又再请警察局去重新的做了一次测试之后 确认真的 你看不是我在掰的 这是警察局给 才去年7月给蒋万安的 对所以去年7月 蒋市府编今年的预算的时候 才会全数改用3妹的 所以预算才会多那几千万 才会多那几千万 没有什么图例 单价还是用2千万 科市府的费率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要谈到的是 解约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 我那时候印象好 那天你也在 就是党团的大党团会议 在省上次省预算的时候 上次省预算的时候很有趣 就是讲万安市府的预算 其实民众党跟民进党 都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我们国民党意见最多 然后那时候选举期间 把大家都叫来 然后在那个党团会议室里面开会 然后呢 剑拔弩张 我应该好声哦 就前面是做讲万安市长啊 然后一些官员等等的 然后我们在旁边 然后说要不要复委那一天 对 然后也是因为监视器的案子 然后呢 大家是剑拔弩张 双边的这个 这个骑虎难下 然后这个议长也才是说 不要这样子 但是就是没办法 就有人很坚持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等等的 你有你去来的事 我知道 我跟你讲 刚好 我过去真的没有去管过 监视器的预算 我也没有 可是因为我上个会期 刚好是警政卫生委员会的预算 就是检查委员 所以我就把警察局长下来 说为什么年年都在吵 而且吵着有两派议员快要打架了 对 所以我才动于把这件事弄懂 我今天才在这边可以讲 今天柯市长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他说如果他在当市长的时候 就不会发生陈从文这件事情 陈从文议员就不会遇到这个事情 我深有同感 我告诉大家游戏规则是怎么样的 如果我是业者 我瞧着动官员 我就不会找议员 是吧 当年如果台志光在市府 就可以拿到一个好价格 他只要把市府搞定了 他需要找议员吗 很简单的逻辑嘛 我没有说影射柯文哲贪污 我相信 这一点我倒是相信柯文哲的 他可能很偏听 很致富 很一意孤行 但我相信他不会贪污 可是他相信的人 我不确定 也没有证据显示说有 但是我们不确定 至少柯文哲他本身不会 但是他相信的是 他就会一直钻下去相信 所以台志光搞定了市府的人 就有那个专案协议了 就有那个2200的好费率了 他那个时候就不用找议员了 可是蒋市府去年 确实很坚定的要砍费率 对 而且也谈到了 2200降到2100 其实蒋市府最早不是只是砍价 他根本希望不要有专案费率 他希望都一起 就是公版费率就好了 因为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有警察局专案费率 所以才会有那一段 七次议约 然后才会有那一段 台志光去呛警察局长 说我可以让你乌纱帽不保 大家记不记得 我曾经在预算审查会议的时候 很不爽的说 台志光什么东西 凭什么这样呛市府 而且还呛蒋旺安说 你经得起三天断训吗 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就 我是第一个揭露的 我在1月18的审查会议的时候 大家去看影像记录 因为我很不爽这件事情 我说如果面临这种威胁 市府跟议会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揭露 因为你不能绑架台北市民啊 对你不能用威胁的手法 不可以 商人做生意 我当然可以知道你将本求利 可是你不能威胁嘛 好 那所以市府这一次的立场很硬嘛 他才可能动了歪脑筋 要找议员来帮忙嘛 我不要说误航或什么啦 因为检调还在调查嘛 就找议员来帮忙 所以这件事就很简单嘛 过去市府可能已经给了他 很好的费率了 40分钟照案通过 全市府的所有费率都要来 所以过去柯文哲说到 我当市长的时候 陈崇文就不会遇到这种事 没有陈崇文登台的机会 确实过去都一直有在讲 监士器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吵到这么凶 这是第一次 就是我那时候也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也没有待过这个 我也很少在警睁卫生委员会 我也不管监视器的事情 然后我的想法很单纯啊 因为我也没有接触那些厂商 我就觉得说 我们用最好的话数 最快的传输 然后最便宜的价格 这是我们希望的 你谁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就支持什么嘛 我觉得小草好奇怪哦 他们一直说 他们一直被洗脑 可以用两妹 为什么要用三妹 为什么可以用两妹 就告诉你不能用两妹啊 用两妹就是会lag啊 因为你们就换成两百万话数啊 柯文哲任内就是全部换的 我就说 我那天跟欢安市场在开个玩笑 说柯文哲买了5G的手机 交给了你 然后告诉你说 孩子没有那么多东西要传 你用3G网络就好了 我跟你讲 我现在有的时候到4G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厉害 你知道吗 我现在到4G我就生气 就是说怎么变那么慢 重点是 以前用4G不觉得 我们以前有3G的时候 我们觉得3G好快 有了4G之后 再用到3G 就现在怎么那么慢 现在5G的时候到4G 我都觉得说 手机速度未免太慢了吧 就是重点是 你为什么要跟我议会 他要了15亿 去买了高画质的监视器 然后又跟我 跟欢安说 孩子没有那么多东西要传 所以你用2M就好了 那你当时 你跟我要10亿就好 我告诉你3倍价钱 当时我们有跟你 推荐国产的监视器 你可以有一些 不用采那么高规格 你说没有那么多东西要传 他说的 那天柯文哲就像抓着头 我永远记的那个画面 说有些地方 有一些镂靠 一天只有两三个人走过去 你为什么要传那么多东西 那我们就跟他讲 那些有一些地方 两三个人走过去 你就不用那么高画质的 你自己先用硬体去绑定了 15亿多 我关心国事 家事 天下事 但更关心健康事 我是赵绍康 推荐每天中午12点 在中广流行网 新闻网联播的 听医生的话 我们邀请到的 都是国内 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 给你一个小时 满满的医疗资讯 让你健康一把抓 除了收听以外 还要到YouTube频道上订阅 iCare爱健康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爱健康三支箭 一箭不能少 中广新闻网 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今天真的是非常精彩 因为呢 刚刚讲到的就是 好 刚刚讲到说 市府很强硬 市府很强硬是真的 而且蒋湾市长 对这件事情 非常的坚持 然后坚持到 坚持到 大家在党团 几乎是吵起来 然后我那时候 我还到处问说 为什么他们要吵架 他们是怎么回事 因为蒋湾要砍架嘛 对 蒋湾要砍架 那那时候已经砍到是 那时候已经谈 就经过您刚刚讲的 那一些过程 然后变成是2100了嘛 所以他们最终的预算 希望说 把它可以再砍更低一点 最终 包括前天所要的解约 最终我们是希望 以后警察局 不要有专案协议 大家回到母约的精神 不得高于民国100年 不得高于每一年 行政院网络服务契约的 95折 就是我们要比行政院更便宜 就是我以后每一年 台北市的网络租用价格 都要比行政院的网络服务契约更便宜 那明代就没什么好叫的啊 台北市比整个行政院还便宜 那这样子大家有什么好叫的呢 所谓的优先租用 当时母约所谓的优先租用的 四个字的精神就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给我 比行政院更便宜的 我就不跟你租了 这叫优先租用 如果是必须租用 那就没有什么费率讨价还价的问题啦 对不对 我们就不用定这个费率的上限啊 因为怎样你都必须要跟我租用啊 对 所以为什么这两个 我告诉大家契约 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政府如果横起来就像土匪一样 这两个是绑在一起的 当时这个母约制定的是非常完整的 费率给你钱紧箍咒 你只能开这个价格以下 然后再来我虽然愿意跟你优先租用 但是只是优先 如果你费率没有办法给我提供这么低的费率的话 我就没有优先 我没有必须哦 我没有承诺一定要跟你租用哦 所以我那时候这个会期也是这样跟市府说 你们不要给自己那个过多的解释跟压力 优先租用就是 我优先跟你谈谈 对 这个价格嘛 所以昨天陈智涵媒体问他说 因为我讲的嘛 优先又不是必须 那智涵的回答是非常政治语言说 合约写的蛮硬的 我就说哪一条叫做蛮硬的 你给我指出来看看 没有啊 优先就是指费率如果易的成 我会优先给你 可是你如果费率没有办法提供给 比行政院更低的价格 我当然就不跟你租啦 因为我母约就是要求你要比行政院更低啊 要不然就变成我违法啦 对不对 所以啊 刚刚有人问说 那叫你把世西公司的报告贴上来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我贴啦 你们就去看啊 我贴啦 我们直接讲那一段 他就指出呢 在200万画素 15fps SH.265压缩格式之下考虑频宽费用 单只摄影机 人需提供至少三妹的频宽 三妹是至少 对至少 它是至少三妹的频宽 所以有人说那其他县市怎么样呢 有人说台中都用到六妹啦 高雄时居 我告诉大家 台中都用到六妹啦 这个我那天跟邱雨萱的对话 邱雨萱就帮我查 然后我跟邱雨萱对话完以后 我觉得很自卑 我就问邱雨萱 你可以帮我查一下高雄的 那个租用网路的 那邱雨萱查了以后 跟我讲说 我们高雄是10G 我说屁啦 哪有10G这种东西 然后结果他就查了以后 贴给我看说 我们高雄真的是10G啊 然后我就 哦好 就不愿意再跟他对话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解约 其实 我觉得这个事情 大家都不用 一直用那个政治的角度来看 其实你就是 106年的能够解就解 然后我们换到更好的条件 还给台北市民 你看到其他县市 有用6M的 有用10G的 大家都在努力往前走 那台北市政府借这一次的 虽然它本来是一个 让大家觉得很痛心的事情 因为任何议员都不应该 跟厂商之相收手 这绝对是错的 没有人要护航这件事情 错了就是错了 但是 借由这件事情 有正当性跟台志光解约 你看你刚刚讲说 台志光当时跟警察局 这种嚣张的态度 还用台北市民的网路 去绑架市府 这个是不对的事情 那借由这个事情 我们想要怎么解决问题 不是要去跟谁吵架 那吵架那事情不重要 重点在 如果可以解约 重新谈 得到一个更好的 更快的 就我们的设备更好 速率更快 价格更低 那不是就是 所有台北市民 都有福利了吗 我有时候看到小草的留言 其实我都不知道 他们是真的 有这样 就是经过一个脑袋 再出来 还是说他们是吸反应 现在 民众党呛说 为什么不解母约 母约是业者出资兴建 这个东西都是业者的 是他们出钱兴建 你解约 当年大家记不记得 台湾董王柯文哲 也呛要解大巨蛋的约 后来为什么没办法解 不敢解 你解约可以啊 200亿拿出来啊 把大巨蛋买下来啊 因为那是人家出钱盖的 现在台北光纤系统也是啊 人家出钱盖的啊 又不是你出的钱 你是共产党 你是土匪啊 解约就把人家接管啊 你们这些含解约的人 你出钱啊 柯文哲出钱吗 对不对 有没有法律常识啊 那你106年 106年的这个是因为 是专案协议 第一个专案协议 第二个因为有人在 此案里面有涉谈的问题 也不是因为母约 还是高于专案协议 所以当时可以立一个 超越母约的专案协议 是因为双方欢喜感恩 柯文哲愿意 但是现在有一方不愿意了 要求回归母约 那当然可以把专案协议 给取消掉 还有他现在这个室友啦 就是说因为今天 如果你的这个公司里面 在本案 就是监视器的案子里面 有涉谈 有所谓的不正当关系的话 那我当然我签约这一方 我可以主张说 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觉得 这个要废这个纸约 只要一方不愿意 就可以废了 因为母约在那里嘛 母约的效力高于专案协议 因为那只是一个协议 因为如果最后重文的事情 没有判刑呢 因为常常也是这样 检察官常常就是 为求业绩就去 弄弄弄弄弄 最后用 也有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状况也 对啊 难道万安就不能解协议吗 我觉得一码归一码 那个不公平的协议嘛 关协议 怎么样都要拿掉啦 所以 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啦 专案协议就是要拿掉 没有什么专案协议啦 警察局的网路 跟各机关的网路都一样啦 大家都一样要有什么 稳定性啊 保密性 隐私性 好像讲了一副 警察局的网路就要稳定 其他机关的网路 都不用稳定一样 所以啊 这个BOT的案子 其实它早期的时候 因为你看时空背景 经过了十来年 网路的发展 日新月异 政府的政策也有所不同 那在当时建构 这个光纤的时候 对台北市有必要性 而且也因为那个BOT案 台北市在早期发展 光纤的速度是超过其他县市 不管是速度快 或者是区域广 那提供很多的 让市民的免费使用 这些都有 我讲一个小故事 我最近在看 其他县市的这个 这个监视器的网路传输的 一些案例 高雄曾经跟中央拿一笔钱 反正高雄做什么事都跟中央拿钱 也打算自建光纤系统 他们就找了凤山区 去做了一个实验 跟中央拿了几亿 要自己布建 就布建了一小块以后 就发现成本太大了 然后维护很困难 自己建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跟业者租 所以为什么当年台北市 找业者来建 零出资这件事情 没有造成市府的负担 因为自己建的成本真的很大 所以高雄本来也要自己建 然后钱是拿中央的 但是就建不下去了 所以大家知道台智光当年 是真的花了一百多亿去建 那他现在急着 他到现在其实还是亏钱的 因为他每一年根据契约 他的财报都要交到台北市政府来 他到现在还是亏钱的 民进党很多人在说什么 他暴利 要不然换你来经营 苗波瑶 台智光把股权交给苗波瑶 盈亏让苗波瑶来承担好了 台智光的股东赶快脱手 赶快脱手 这个烂摊子赶快脱手 看苗波瑶要不要全部承担股权下来 如果暴利让你赚 暴利让你赚 但是这不代表台智光 可以用非法的手段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两回事 有没有暴利这件事 有兴趣的人 要不要去收购一下 那能不能解约这件事情 BOT有BOT的精神 台湾很喜欢用政治去凌驾 这个商业 大家知不知道 柯文忍上任之后 因为去弄五大弊案 去弄远雄 导致有好几年 市府的很多案子都标不出去 很多企业不愿意再来跟市府打交道 包括有一个连开案 搞到现在14年了 都没办法 都没办法 因为你前面8年耽误了 后面遇到COVID-19 就是我们跟企业并不是敌对的关系 我曾经当面 我这个人有话都是当面 我当面跟柯市长讲 我说你不要一张嘴 一打开嘴巴 都指责别人都是坏的 你都觉得好像官员都是贪的 商人都是坏的 你自己有没有收过商人的政治现金 我有一个企业界长辈 在去年选举的时候遇到我就跟我讲说 上个礼拜黄珊珊才带柯文哲来跟他募款 我好像也遇过 这种企业家很多啊 所以难道你柯市长都没有去跟 你当年也自己讲 你去拜托柯建民 带你去认识郭台铭嘛 对不对 三亿男的传闻不就是这样吗 你自己也会跟企业打交道啊 可是你这也是合法的啊 这也对 也没有人说你拉杀吧 很多跟企业的合作 不管你说是BOT案 对啊 或者是说采购 或者是说政治现金 它都有合法的范围 我们就是以合法的范围为原则 没有人说你是拉杀呗啊 说你跟企业伸手啊 像这次的事情刚刚也特别讲了 我们没有人觉得说柯文 我们也不会就是 因为柯文哲说这个谁谁怎样 我们就反过来无脑的说 哎呀柯文哲你贪污 其实也没有人这样讲 现在最有趣的事情是 包含检调目前的办案方向 都没有针对三位市长 从郝龙斌 柯文哲到蒋万安 去说他们现在 他们在这个案子上有什么问题 目前有问题被调查的对象 看起来就是说议员嘛 那议员当然本来就不可以 跟厂商有不正当的关系 如果 跟台志光案其实两件事情 如果说当年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 觉得母约有问题 就可以比照五大案 把母约送检掉 然后他就可以解约了 不是吗 不是说只要有弊案就可以解约吗 那他现在怎么会说 他当年没办法把台志光解约呢 他现在不是说只要有弊案就可以解约 他不是这样告诉蒋万安吗 有弊案你就可以解约 那他当年为什么八年没办法解约台志光 不就代表没有弊案吗 这是一个逻辑啊 为什么小草们理性务实科学 然后你的逻辑这么奇怪呢 他现在不是说了 刚刚巧欣也说了 趁着有弊案就解约 左翼柯文哲也说 趁着有弊案就解约 那你当年八年都没有解约台志光 而且自己跟他签了四十几个纸约 那你不是把自己越绑越紧 越绑越紧越紧越紧吗 应该就要慢慢脱离他嘛 对啊 你就应该说 有我觉得我不要跟台志光合伙 然后趁他建制完成之前 还没有跟他绑 我跟大家讲 柯文哲是103年的12月25上任 台志光是105年年底 才建制完成 所以柯文哲还有两年 是跟中华电信签 在台志光没有建制完成之前 他如果觉得那个母约有问题 他在那两年就可以解约 就可以送检掉 他还没有被台志光绑架 那你觉得 最后想要问一下 蜀慧 你觉得这件事情 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昨天早上跟朱凯翔聊天 我说他们好烦哦 没完没了 我讲台志光想话快要吐了 他就说你放心 以我对台湾懂王的了解 他们应该只会炒作到 昨天下午就会收手了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议题 对他们不利 然后我就说真的吗 我觉得他们还在启笑 可是好像真的 他们到昨天晚上好像就没有在 深夜发脸书 发动网军攻击 现在换成讲那个保龄的茶室的事情 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保龄茶室的问题到底为什么 我们都很想理清 是食物中毒呢 还是下毒呢 是这个人为的吗 这个检掉 然后呢中央 食药署跟地方的卫生局 他们都会去调查 而且是必须要调查 目前相关的分店也全部 在台北市都勒令停业了 但是我觉得呢 大家就是真的要凭良心 就是到底是什么时候接到通报的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因为我不希望说 这种事情在外面 就是有两条人命的事情 如果还有这个错误的资讯是不好的 通报这个是在 3月24号中午 新北市政府通报 台北市卫生局有食物中毒 3月24号的下午 台北市卫生局前往保龄店机茶 3月24号晚上接获1999的通报 那后面呢 我还有跟大家讲了 在3月24号之后 也都持续的 有在做一些处置 3月26号 勒令停业 3月27号台北的保龄 所有的分店勒令停业 这是目前的处理态度 状况我们也第一时间帮大家掌握了 所以呢 这个千万不要传错误的讯息 这是两条人命的事情 目前而且还有很多 还有其他人还在 还在就一眼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再政治操作了 有很多事情 台湾不要什么事情都搞成很政治化 这个也不要什么事情都不满街满 我们当市议员也不会什么事情都为审先判 所以过去柯文哲在当市长的时候 我也不会所有的不幸事件 全部都上钢道 柯文哲你该死 包括钱贵大火 我连叫局长下台都没有 因为不是什么事都要求人家下台 那时候我们都在检查SOP 有没有可以更精进的地方 甚至那时候民进党要求局长下台 我都还帮忙互说 如果你每一次事情发生 都要求人家局长下台 你局长换不完的 你局长换不完的 谁还敢当官呢 所以今天志涵将心比心啊 你是谁啊 不要什么事情都 而且还制造假消息 不但是你这样不但可悲 而且可怕 一定要是正确的讯息 再次跟大家说 过去不管在疫情期间或是什么 我们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爆料 可是我们都是有查核过 我们也会公布自己的查核的过程 让大家就是以朝公信 那最后其实政府部门也都承认 说有这些事情 他们有时候只是为了掩盖 不让我们知道 那今天呢 谢谢大家呢 在心力愿新观点来看我们的节目 再一次宣传观点订阅破百万 心力愿新观点新上线 现在只要留言说出通关密语 心力愿新观点赞 截图在留言区找到小编至顶的LINEID 私讯小编 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的战斗篮小物 请大家赶快留言刷起来 今天特别感谢我们心力愿新观点的第一位 你这就是心力愿新观点 对啊 就是这个 我以为这是你的直播 我以为这是你的直播 也是也是都是都是 谢谢淑慧来 今天跟我们把台之光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明天中午52点还有直播 请大家持续收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